今天教大家怎么单脚蹬转发力 好多人以为是右脚发力完了之后 整个中心往前 其实真正单脚发力的点 是我脚往后拉的同时 右脚往上蹬 类似这样 往上蹬之后中心再往前 这样你们击球的时候 就不会和球来的方向不一致 这样才会更好的发力 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个完整的步法 我教你们一个方式训练 你们到球场的时候也可以这么练习 你们看球场有这两条线 你们可以这样来回移动 这样来加强你们这个单脚蹬转发力的感觉 这个边打发力 首先你们架拍 引拍了以后 你的小臂会有一个内旋往上 往前转正拍面的动作 当你击球的那一瞬间 你的手指一定要有一个抓紧的感觉 所以你看我一抓紧了以后 我的拍子有一个抖动 就有一个鞭打的发力和鞭打的感觉 所以鞭打是靠手指最后一瞬间抓紧 你一有这个抓紧 这个鞭打的发力就出来了 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 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深度交流